小诗人系列 美丽的故事 寻吟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诗才要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银者隐居的人 童子指银者的弟子 在松树下请问银者的弟子 老师在吗 回答老师外出才要去了 只知道老师在这座大山之中 可是云雾深深 不知他会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首描写房友的诗 一问一答 既写出房友未遇 又表现有人悠闲自在的生活 新嫁娘 三日入厨下 洗手做羹汤 为安姑时性 先前小姑肠 羹 带肉菜的汤 安 熟悉 姑 婆婆 小姑 丈夫的妹妹 时性 口味 前 让 时 新娘 在婚后第三天开始下厨房 洗净双手煮饭烧菜 怕饭菜不和婆婆的口味 就请小姑先品尝 为安姑时性 先前小姑肠 表现了新娘子的聪慧鸡敏 剑客 十年磨一剑 双刃未曾试 今日把试捐 谁又不平试 剑客 侠客 双刃 指寒光闪闪的剑锋 我用十年时间磨出一把利剑 剑刃光亮 有如霜雪 只是从来没试过锋芒 今天拿来给你看看 如果有谁不平的事 需要伸张 尽管来找我 此师借剑客的形象 暗藏着有朝一日 能发挥才能的希望 冯雪素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屋贫 柴门文犬费 风雪夜归人 芙蓉山 山明 白屋 柴门 形容住宅的贫寒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清脆的山峰 看起来是那么遥远 天寒地动 幸好前面不远 有一间简陋的小屋 才走到柴门前 就听见里面传来阵阵狗叫声 对于我这个冒雪赶路的夜归人 这狗叫声多么的亲切呀 这首诗为我们描绝了一幅天寒日暮风雪交加行人投诉的画面 江雪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孤舟梭丽翁 独调寒江雪 静 小鹿 梭丽 用缩草和竹叶竹条编成的羽衣和帽子 连绵不尽的高山没有一只飞鸟 到处都看不见人的踪迹 只有一位披着缩衣带着斗粒的老翁在清冷的江面上垂钓 鸟飞绝 人踪灭一幅清冷的寒江独调展现眼前 表现了垂钓者不为环境所屈服的精神 晚春 草树枝春不久归 百般红紫豆芳飞 羊花鱼甲无才丝 为解漫天作雪飞 芳飞 花草的芳香 羊花 极柳絮 鱼甲 鱼树在春天结成的果实 郊外的草儿 花儿知道春天即将逝去 纷纷使出浑身的招树想要留住春天 郊外的世界变得万子千红 奶儿的羊花 鱼甲也不甘寂寞 迎风起舞 像雪片一样飞来凑热闹 这是韩玉一首颇具情趣的小诗 诗中把花草树木人格化 山形 眼上寒山石敬邪 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风林晚 双叶红鱼爱月花 寒山 指深秋时候的山 坐 因为 陡峰 陡峭的石阶一直伸向清冷的山中 没想到山间白云缭绕的地方 居然还住着人家 我停下来是为了欣赏这风林傍晚的景色 那片片的枫叶 金霜厚红的胜过二月的春花 满山遍野的枫叶比春天的花朵还红 这样优美的山景 令人陶醉而流连忘返 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木桐瑶纸姓花村 清明 清明节 断魂 形容人心情悲哀到极点的样子 清明节的时候 天上飘着细雨 走在路上的人都显出悲伤哀愁的样子 他们打听哪里有就卖 放牧的孩子指向远处的杏花术 清明时节是扫墓 祭拜的日子 人们因思念亡者而悲伤 而绵绵不断的阴雨 更是让人感到郁闷 因而只有去寻找酒家 借酒交愁了 秋夕 银竹秋光冷化瓶 青罗小扇扑流营 天阶夜色凉如水 我看千牛之女星 画屏 印着图案的屏风 天阶 皇宫中的石阶 秋天的晚上 微弱的烛光 映在平等的画面上 感觉秋夜更加幽冷 无聊的宫女 拿起小团扇 扑打飞来飞去的 萤火虫解闷 夜间深沉 寒意阵阵袭来 宫女却依旧坐卧在石阶上 仰望天上的千牛 与之女星 不忍离去 这首诗描写了 一个宫女的惆怅生活 我看千牛之女星 一句细节描写 表达她内心的估计 灯乐游园 向晚亦不是驱车灯鼓园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乐游园 在长安城南 唐食为游览圣地 向晚将近傍晚的时候 亦不是心情不好 傍晚时分 我的心情不好 坐上马车前往乐游园 远远望去 夕阳已渐渐西下 景色十分美好 只可惜黄昏即将来临 美景眼看就要消逝了 美好的东西即将消逝 引起诗人对好景不常在的伤感 同学们我们下一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